暗夜街头叫车突然停下 副驾驶座一名男子冲了下来 右手举起枪不停指着前方 就是想把男子枪压上车 情急之下还对空开了三枪 就连同党都下车帮忙 没多久一行人把男子拉走 开车逃离现场 原来是暗夜街头掳人 亮亮车一前一后加速逃逸 这个月二号凌晨一点多 三名嚣张分子跑到三峡 中华和光明路口 强行驾成型男子卢走 一路往白鸡身上逃逸 过程中却发现自己路错人 为了躲避警方追起 只好在身上停留两个小时 才把乌辜被害人丢包到西北路超上 这是被害人吗 为什么要开枪 真的路错人吗 不管是不是真的路错人 范仙都难逃法网 主动到禁止投案 我当时开车的立名徐姓主贤 至今仍在逃 而奇怪的是 警方在现场照到三枚弹壳 范仙却公称自己当时用的 就是这把空气枪 卫道案的主贤 那之前在餐桌上 于是他的友人跟有纠纷 那有口角的一个冲突 那于是都在附近相约谈判 只因为单纯口角纠纷 就目无王法 当街开枪路人 好在这次人没事 但要是真的造成人民意外 后果又谁承担得起 记者刘室伟喜欢新北市报道